HELLO 大家好,我是陳老師 我們今天來到了一個民雄 嘉義民雄,台灣嘉義民雄 這邊很有名的就是我們的 劉家古厝 他就是以前所稱的民雄鬼屋 民雄鬼屋傳說很多 有人說是裡面有兇殺案 女僕跳井,直昏王 有些是說在日軍駐典 在那邊掃射的時候 然後呢,裡面有一些阿兵哥在裡面自殺 很多很多的傳說,很多很多的情況 今天,陳老師帶各位來看看民雄鬼屋 老師,你穿得比較隨興 因為老師現在在度假中 度假中,所以說剛好經過民雄 我一定要帶各位來看看我們的民雄鬼屋 來,我們一起看看吧 民雄鬼屋它是以前是以巴洛克斯的建築三層 這個是非常宏偉的建築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我們第一站不是看鬼屋 而是說傳說中的古景 有傳說中的這個古景啊 是有女僕在那邊掃尾 然後呢就跳井 這邊也看到櫃墊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金銀子 我們的古景裡面有什麼呢 有很多的垃圾 很多的垃圾 那現在這個景也被封起來了 可能有燈隔熱什麼的問題 我們要看看 那外面呢,環境是這樣 別院 前面這一塊應該是他的之前的房子 那可能已經被拆毀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別院 走,我們現在進去看我們的主建築物 我們主建築物 看看到底我們的民雄鬼屋到底的內部真相是什麼 來 老師現在時間是中午12點 不是老師很害怕 是因為 害怕我上來 是因為我們要尊重一下 好不好 再來就是說老師等一下要回台北 所以是說 我們忍著中午來 我們本來要去另外一個景點 帶小孩去另外一個景點 結果他 就突然說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來這邊了 他旁邊的一個別院 這看起來好像是廁所 好像是廚房 不知道 請去看一下 那到底是廁所還是廚房呢 看起來應該 這麼高 為什麼要做這麼高 老師對台灣的古 古時候的 不要說古 那個是 中世代的建築方式 不是很了解 所以說 這到底怎麼樣 其實也很難 很難去猜測 好不好 很難去猜測 來 到我們 來看看 內部 我們來看看內部 這是巴洛克建築 三層樓的 他非常高 在民國79年 的時候 你能夠蓋這麼高的建築 你不是普通的富豪 你還是真的是 他媽的真的是超級有錢的人 才要辦法做這件事情 當然 他第一代的家主 他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他的確是非常的 事業成功 能夠蓋這麼大 我們看到這邊有第一個路口 第二個路口 跟第三個路口 三進 三層 等於說有九間 所以說很厲害 民國79年 你要蓋這個房子 也是大手筆 巴洛克是建築 不容易 這是我們的旁邊的第一間 哦 裡面已經爬滿了我們的 這是什麼樹呢 是榕樹嗎 老師對植物不是很了解 懂得呢 你看一下吧 哦 有沒有 非常的倉勁 哦 很高 以前樓板 樓板都看得出來 不過樓板只用一層磚頭 兩層磚頭 好像有點薄 哦 非常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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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傳說中這邊有日軍掃射 其實我們從外面看起來是沒有這回事 哦 這邊 原來是什麼地窖嗎 哦 誰是地窖嗎 也不知道 不敢踩上去 到時候真的 就滑下去 哎 經理老師也沒跟我來 然後掉下去 找誰救我 哦 接下來我們進去他第二間 這邊有連通城 中間主屋這一間 主屋這一間 請看看 哦 也是一樣 很同位 他們這邊好像地下 是不是都有做地下室啊 79年的建築技術 應該也不會太差了 應該也不會太差了 是不是 OK 好多 應該算這個是用梁柱吧 應該是他上面隔間用的梁柱啊 他都掉下來了 應該是被拆下來 不能說掉下來 自己誰拆的好像老師有Google過 但是 忘記了 只能知道是說 劉家子孫本來是說文化局有打算去拆 來蓋這個餐廳 哦 鬼屋餐廳 那 劉家子孫反對 就沒有了 所以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 他只是還在的 他們只是搬禮而已 除了兇殺 滅門啊 都不在這個地方產生 好不好 你看 哦 這是第三鏡 哦 很大 他們好像還有閣樓 早期的閣樓 閣樓 哎 好 這三鏡的門口 他其實他整個幅園並沒有這麼廣 啊 幅園並沒有這麼廣 那你說蛋孔嗎 我們來看看 好不好 你要掃射已經在外面掃射 你不在裡面掃射對不對 蛋孔 有沒有蛋孔 要被日軍掃射 日軍要進來我覺得也不容易啊 我說真的 來這邊是一個另外一間 他還在 還在的 他我以前還沒被拆的 這算是一個前面小別院嗎 還是惠客室 還是種種之類的 不知道 進來 哦 這間他前後都有通 那可能是一個辦事的地方 或是 真的是一個 比如說傭人房嗎 還是 惠客堂之類的 哦 充滿了圖衣啊 有的沒的 哦 還有我們素先生 你看看其他地方 他其實旁邊就是旁邊那個建築是我們鬼屋咖啡廳 應該吧 他是公寮 老師 停車停在鬼屋咖啡廳 還不錯 哦 來的話可以去給咖啡廳做一做他設計的蠻可愛的 我們就看到啊 他沒有所謂的什麼日軍掃射的痕跡 哦 他在他旁邊 沒有什麼日軍掃射的痕跡啊 並沒有 並沒有 這他的後院 後院後面就填地了 後面就填地了 他的後院 那個後院看起來也OK 沒什麼狀況 所以有些人啊他們就是說傳說啦 傳說都是傳說 那據說這邊還有什麼 原來的照咖嗎 哦原來照咖 其實他是有弧度的 這下去是有弧度的 可能拍攝看不出來 但其實他是有弧度的 我們的後院 後面就是田地了 後面就是 這是我們的稻田 這是什麼田 搞不清楚 現在已經收割了 所以說也看不出什麼田 後面的田地 他不是隱藏在密林之中啦 他其實就是在大片稻田之中 的一個房子 好 到此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會發生 他這個這麼好的房子 他會 他會垮掉 我們 就老師 鑽眼瓜老師來評價一下 好嗎 今天拍的品質不會很好 因為老師是 自己一個人來 哦 今天老師在外面顧小朋友 好 老師來 跟各位說明一下 來這個是我們民雄 民雄的 牛市古宅 那 很多人會生會 我們現在在陽光下看 他並沒有什麼這樣的特殊 那 最重要的事情是 為什麼 他79年 蓋成了房子 現在很多民國 79年蓋的房子 現在都還繼續住人 不要說好房子壞房子 現在住了一大堆 在台灣 老公寓有個50年 三五十年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他房子 為什麼會現在這樣呢 其實 很多很多原因 可能他只有留家的子孫才知道 但是老師可以用風水來跟各位講 就是 我們像我們現在這一塊 我們現在這一塊 它就是 之前是一間房子 隔壁是一間房子 但是 我們要看到 它這邊入口 有一二三 你這三個入口 都被前面房子幾乎擋住了 你看 這邊是一個大門 如果從這邊大門進去的話 那第一個碰壁 你旁邊的入口 已經被其他的建築擋住的時候 這叫風水洋宅上 很簡單一個很初級入門的 就是什麼呢 沒有出入 房子沒有出入 因為他是主宅 你不能讓主宅沒有出入 各位你看我們三合院 中間的大本堂 中間的本堂一定是對門口的 為什麼 你這樣叫我出去 你才有路可以走 因為前面是什麼 前面是我們的朱雀方 你朱雀方代表了前程 那你前程被自己斬斷之後 他的距離又很短 他距離又很短 這麼短的狀況之下 你不過二代 第二代都過不了 主孫不相見的格局 你這第二代都過不了 所以就很可惜了 就是說 他後來的人就搬走了 就搬走了 那老是去考究的犯況之下 剛剛那古井的女僕投情案 也沒這回事 那日軍掃射案 各位我們看到現實狀況 沒有彈孔 也沒有彈孔 那所有狀況 這應該是人為去拆的 這個房子 應該就不是說 屬於是戰爭啊 或什麼狀況 應該就比較屬於是人工去拆的 因為如果戰爭的你炮彈下來的話 他會有煙消 會有一些黑熏黑吧 那這個應該是人為去拆的 就是不要讓人家住了 因為可能就是年久之休 就這樣子了 人工拆的 所以說 他到底有沒有這麼可怕 懸疑 那見仁見智 有些人喜歡晚上來 就說拍些判險 其實老師不建議各位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晚上是寧見眾生他們的活動時間 白天也有 但是很少 人也有夜貓子 那白天也有眾生在活動 那麼 你現在 在半夜來這邊探險的時候 他們正在忙 正在過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然後你來打擾人家 那 遇到好的沒事 遇到比較兇悍的 怎麼辦 對不對 要你回家去擇你的家運怎麼辦 你找神神明之後就覺得他有理 是不是這個道理 所以老師今天來度假 來各位看看 我們的一個民雄 民雄古宅 民雄古宅 那他是正確名稱 他不叫做劉氏古厝 好吧 好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老師 我們下時間